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蓋伊 因為頂不住外界的批評壓力 在2號宣布請辭震撼學術界 蓋伊是哈佛校史近400年來 第一位非裔校長 也是第二位女校長 在過去幾個星期以來 她身陷反猶太風波 還面臨了多項抄襲指控 才當上校長 不過半年就黯然下台 也成了哈佛史上最短命的校長 哈佛大學400年來首位非裔校長 同時也是第二位女性校長蓋伊 如今成了哈佛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長 因為她過去幾週以來爭議不斷 尼巴戰爭後反猶太行緒席捲校園 蓋伊卻在國外聽證聲稱 要保障言論自由含糊回答 引發不滿 儘管蓋伊獲得校方力挺 所有又被爆出多篇學術著作 包括她的博士論文都涉嫌抄襲 蓋伊聲明表示 這集請辭是希望哈佛有更多精力 應對反猶豐朝的艱困挑戰 不過她還說自己遭到人身威脅 以及種族敵意 哈佛董事會則是表示 沉痛接受蓋伊請辭 校長一直將由教務長賈伯站帶 哈佛學生對於干一下台反應兩極 事實上同屬長春藤蒙下的 賓州大學校長 已經因為聽證會風波在12月中請辭 現在風暴燒到哈佛 顯示已經難以刪了 綜合報導